烏克蘭總統波羅辛科警告說 烏克蘭東部叛軍控制區內有9000名俄羅斯軍人 他警告說烏克蘭必須警惕大規模的襲擊 波羅辛科星期四在國會講話時說 烏克蘭面臨新的重大攻擊的巨大威脅 在此前一天烏克蘭東部分離分子的主要據點 頓列斯克附近爆發戰鬥 頓列斯克附近一間露天市場 懷疑被火箭炮彈襲擊 消防人員緊急撲滅火災? 俄羅斯當局一直都否認直接捲入烏克蘭危機 並多次否認向叛軍提供武器和戰鬥人員 俄羅斯、烏克蘭、法國和德國 今年2月份簽署的停火協議要求雙方 從接觸地區撤走重型武器 但是國際觀察人員說 有關方面經常違反這些規定 請問是否,請問是否有關注射途? 請問是否有關注射途?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